他是在3月19號的中午差不多11點多到這個保齡茶室用餐 然後就是點了一份炒果條 差不多用餐時間到12點半左右結帳 吃完飯之後 吃完飯之後他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就已經開始有症狀 那回到家當天3月19號 3月19號的晚上 他就開始他就當天他就是開始腹瀉 然後腹瀉了大概30幾次 那因為當時那個糯羅很很流行嘛 所以當時就覺得這樣就是很很大量的腹瀉 所以隔天一大早就是3月20號的時候 一大早他就去診所就診 那當時醫生也是說這看起來像是糯羅病毒 然後就是也是開了就是相關的腸胃的藥 那父親他回去用了大概可能三四次的藥 那當天回家 因為拉肚子的關係所以都是吃就是稀飯這樣子 後來其實這個拉肚子的狀況就就止住了 然後是一直到當天就是3月21號的清晨 他開始覺得不舒服 全身倒汗 就是整個床枕頭全部都是濕的 然後到早上的時候就是趕快叫了救護車 因為當時他已經沒有辦法就是自行救醫 所以就叫了救護車之後就來到星光的急診 那當時因為他的心臟可能遇到汗然後很虛弱 心臟就是跳得很很很很溫暖 當時曾經一度以為是心肌梗塞 後來經過檢查之後發現排除就是排除心肌梗塞的情況之後 就把他轉到普通病房 轉到普通病房其實他精神都還很好 就是都還可以有說有笑的 但他在普通病房的時候 他就是有覺得他的胃食道很灼熱 很不舒服 當時以為是什麼胃食道逆流 但就是這部分我不太確定有沒有給藥 但當時其實他在當天 那應該是已經是3月21號了 對他就是當時覺得不舒服 然後3月22號的時候就是精神不濟 一直在嗜睡的情況 那當時雖然他已經沒有腹泻了 可是當時可能還是覺得有腸胃性的問題 所以醫院是給他進食 然後打葡萄糖 然後但也就是做了很多抽血的檢查 但當時他的手就是已經都是呈現水腫的狀態 常常抽血打針已經沒有辦法打得到或抽得到 然後到當天的凌晨他覺得非常的虛弱 非常的不舒服 就他的描述 他是說就是像當天要送醫院的時候的那樣子的虛弱 無力的狀態 那醫院也是緊急給他就是抽血 凌晨四點的時候就說他的血糖過高 六點 凌晨六點的時候說他的肝指數到一萬四成多 那當時其實有考慮要換肝 但可能當時的狀況不是那麼的理想 在3月23號的下午兩點多 他就是送到加護病房 送到加護病房的時候 他還稍微可以一些簡單的應對 譬如說他想要上廁所等等的 但後來基本上就情況就越來越差 醫生就是說他肝跟腎都處於衰竭的狀態 一直到3月25號上午醫院就跟我們說就是裝了葉克膜 3月26醫生也是說衰竭的很嚴重 用洗腎所有的生壓的藥都給他上了 就是要看他自己有沒有辦法度過 然後到今天上午的時候醫院就是打來說 他的心跳已經停了 就我父親他一直都是一個非常健康的人 沒有任何肝的問題 沒有任何腎的問題 就是去吃了一次飯 我當一個離開人就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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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部分我們已經有跟醫院說 我們是同意相宴的 無論如何一定要查清楚是發生什麼事情 基本上就責的部分我們一定會一定會做 因為不能就是沒有道理就是讓父親死的不明不白 就我知道我父親沒有任何的慢性疾病的問題 就是像我剛才說 就是爸爸他一直都是非常健康 沒有健康檢查都是都沒有問題 然後每天都會去運動 我們全家非常好 無法沒有辦法接受是 吃了一餐飯 就在不到一個禮拜之內 就把人折磨得不像樣 然後也過不了這一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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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